年龄大7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出现了一个症状肚子痛 那70几岁出现肚子痛 然后很简单做超音波就发现 这里有一个胆结石 在这个位置似乎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你可以看电脑段子里面 一个胆结石这么大一颗 它所形成的在这个地方 这个浓度变成比较浓以后沉淀 所形成的胆结石 它可能造成这个地方的阻塞 胆管的阻塞以后发炎 这我们了解 那当然也经过手术的治疗 这个本身这么大一颗 当然这个又有症状 这是毋庸置疑 开刀大概就是好好的 我们需要把它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所有病人的评估 尤其做了这个影像以后 我们就了解到 其实它问题不止这个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膀胱这么大 这是从正面来看的时候 这么大一个膀胱 它不是刻意喝下去 水以后才去做这个电脑断层 所以表示这个一定有其他的问题 排尿有障碍的问题 那年龄七十几岁 所以可想而知的这个社护线的一个问题 这上面是社护线 所以对整个一个通道的一个流畅性讲起来 它也有问题 所以这整个会容易造成第一个膀胱滞流 那么接着就发生感染 这方面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 你可以看得到它往上这样子 所以把这个空间给它密闭住的一个状况 这个对它的一个整体而言 这个影响其实是非常大 虽然它没有讲出来 没有讲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症状 然后再问它一个过去的一个不舒服的行情 这个尿的口径比较小 然后常常要上厕所 在晚上等等 这个都需要开药再给它治疗 当然同步这个胆结识的问题 也要给它做一并的一个解决 所以年龄大绝对不是只是单一面向的一个考虑